今天跟各位朋友们聊一下血管型痴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以及怎么样去预防它的发生 首先痴呆症是一个很大的帽子 它是一个结果 有很多的原因可能导致 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毛病 它是以记忆力下降为主的 然后它的特征性病理是淀粉氧蛋白 也就是前阵子刚刚落地的新药 就针对于淀粉氧蛋白的 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老年人 他同样患了痴呆症 医生打的诊断叫血管型痴呆 说白了它是由于脑部疾病 所导致的脑供血不足或者中断 从而造成脑组织损伤 造成了这种痴呆症 因为只要大脑损伤了 最终都可以导致痴呆症 这种的它的核心病因是血管问题 那一般什么样的老年人容易有血管型痴呆呢 那就是本身有血管疾病的 比如说弹尿病的 有高血压的 有高血脂的 然后呢比较容易发生脑梗死 也就是说中分 或者说发生一次脑出血 或者呢有很多很多的相细性的梗死 那这样子呢 都有可能对大脑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那血管型痴呆 它跟阿尔茨海膜病 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主要有两点区别 阿尔茨海膜病呢 它的特征是以记忆力下降为主的 但是血管型痴呆呢 它就比较综合 它比如说像这个算算术能力下降了 或者说它的这个精神症状 可能会出现的比较早 打人啊 性格改变啊 还有呢 它的这个注意力难以集中啊 去做很多事情都会速度很慢 它不一定是集中在记忆力这个板块 第二点呢 就是阿尔茨海膜病 它一般来说 认知功能下降啊 是慢慢的这样下来 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差 但是呢 这个血管型痴呆 它是阶梯式的 就比如说老年人突然头一晕 再醒过来 认知功能向下走一劫 那如果说最近这个保养的比较好的话 那它认知功能就会一直维持在这个阶段 就不会改变 所以呢 它相对于阿尔茨海膜病来说 就是说如果你控制好了 它就可以维持在这个阶段 就不会恶化下去 同样的 你要怎么样去降低血管型痴呆的发生呢 就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三四十岁的时候 就应该更早的关注自己的这个血压血糖 在饮食方面的注意 有没有过度肥胖 那如果说这些早早都已经有了 那未来血管型痴呆的风险就很大 血管型痴呆 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因为自己后天因素所造出来 而不是说像阿尔茨海膜病 可能是因为比如基因问题 家里上代人 有很多人有记忆力下降 所以自己呢 没有办法 因为是天注尽的 但血管型痴呆 很多情况都是 都是因为自己造出来 吸烟喝酒 谈尿病 这个肥胖等等 所以呢 防治血管型痴呆 关键还是在中年时期 现在呢 这么多的脆皮年轻人 所谓的有三高问题的 或者说身体素质很差的年轻人 那他们的未来都很可能 是血管型痴呆的 这个高危人群 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关于血管型痴呆 给大家讲清楚了 我们下期见 祝各位朋友们健康